哇 聞到香氣了 哈囉 這山椒乳味 這到多少錢啊 裡面也放20塊錢 20塊你要賺什麼啦 20塊這麼香 辣椒不要給我 好 對齁 我拿去放 啊 一點點啦 拜託啦 不要不要你不要吃 啊 一點點啦 哎呦 20塊欸 剛才吃那個70塊 吃到覺得沒有CP值 而且那個肉油 而且那個不習慣 不推薦啦 我都不推薦啦齁 我自己不推薦 我沒講給人家齁 我是不喜歡吃的啊 我不喜歡吃的 不會叫你們不要去吃啦 就是說 我個人不喜歡啦 你們想吃就去吃 因為我吃的美食太多了 好 再多一點 再多 沒關係啦 再一點點就好 等一下 其實我吃過的雞排什麼 我都真的是太多了 我一定要吃一下不要 20塊 20塊 我賺錢吃啊 吃看看 不會啦 20塊 等一下我們就留下 不會啦 喔唷 老公會哪有 就吃了苦啊 拜託 應該比較不會燙耶 應該拿回來就冷掉 還是不錯吃啦 還是不錯吃啦 真的不錯 20塊 燙了 湯一點會更好吃 買回來已經養料 有點 有點不是很燙 不是很燙 不是很燙嗎 加熱會更好吃耶 熱的應該不錯 熱的應該不錯 不過還是 滿入味的啊 那那種的真的還不錯 然後 吃了大家都想要看 其實我 我要吃那種很經驗很經驗的食物很難啊 真的很難 大部分都不錯吃啦 口味有時候 因人而已 因人而已 再怎麼不好吃我也不去批評你 不會 不會在我的Youtube上面說 大家不要吃啊 不好吃啊 超級累了 不會講這種話 大臣講的是說 口味因人而已啦 然後就是 我比較不喜歡這種口感這樣子而已啊 不要刻意去詆毀店家 OK 不要這樣子 我們人做人要有品啦 真的 你覺得不喜歡吃就不要去買 那種就好 然後 然後像我之前拍很多 又乾又扁的雞排 對阿 就是普通這樣子而已啊 就這樣子而已啊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喝一吃 不難吃 這樣而已啊 你看到不要去批評說 好累啊 從那邊吃過這麼難吃的那個食物啊 去吃食啊 這種 這種 霧衊 然後那種很 很大的口氣 不要不要 對啊 真的難吃就不要拍片就好了 我是曾經吃過很難吃的 我覺得完全沒有上片 那就不要上了 真的是 還可以吃我都會上片 還可以 只要是吞得下去都可以 除非那種我完全吞不下去 那個 那個我要拍 敵偉人家 那有必要嗎 就完全不要上就好啦 就這麼簡單 對啊 因為我頻道也有兩百多個 的訂閱者 拍的都有人看啊 是不是就這樣子 OK啦 好用餐啦 掰掰再見 掰掰再見